我們家陽台是特別多 對 但是它算兩戶 所以算是這一戶一個陽台 那一戶一個陽台意思嗎 還是說因為他買了兩棟 所以兩戶的陽台都算在一起 其實都算在一起 那麼以前的人大概就是說 我前方出去 客廳出去叫前陽台 那有時候側面 有時候房間出去 還會有這所謂的側面的陽台 那大概後面 因為房子後面廚房走出去 會有後陽台 但是它這個房子 基本上來說的話 不管是 而且又很大 所以還有側面的 還有後面的 對 而且我們知道一般來說 有時候像觀眾朋友 如果你買的房子 有時候你會想說 我是透天的 透天的這個時候 就不用考慮到你的陽台 要不要再打出去 因為你前面有院子 那個院子基本上來說 就比你的陽台好 更寬 另外還有像住頂樓的觀眾朋友的話 陽台的空間可能稍微縮小了 但是不要忘記你頂樓 還有很大一片的空間 所以對於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在一樓 可以看你外面的一個 院子的空間 那麼在頂樓 你也可以看看你這個 所謂屋頂的這個 這個頂樓的空間 老實說 陽台都是貴人的 對 如果在你的本身沒陽台 我可以 因為通常別人 只會把陽台打成室內 有人把這些室內做成室外的嗎 通常有一種叫假性 想說我可以有貴人 對 我們有一種叫假性陽台 就是說有一些 可能他這個做出去 把外面陽台 他把它包覆起來了 但是他在裡面的時候 還是設計有像 類似這樣的空間 這樣你還是一人可以辨識出 客廳跟陽台的空間區隔 那這樣子也說OK 這樣也是嗎 嗯